台湾近日新增三名境外移入确诊个案 都是在欧洲遭到感染 欧洲疫情快速的蔓延 尤其重灾区 意大利死亡人数是高达800多人 而在美国至少已经有22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武汉肺炎疫情在欧美多国都呈现爆发的趋势 台湾感染科权威台大小儿部主任黄立民就推估 欧美未来两个月病例数将会持续的攀升 一旦全球大流行策略要从防堵进入减灾 意大利总理宣布除了药局以及生活必需品商店外 全国所有营业场所都关闭 从12日正式生效 而美国至少已有22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扩大旅游禁令 禁止除了英国外的欧洲旅客入境美国 禁令为期30天 武汉肺炎疫情在欧美多国呈现爆发趋势 欧洲美国再下来两个月都会很严重 会一路往上跑 一旦群有大流行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的策略就已经不是防堵了 而是进入减灾了 德国总理梅克尔10日在党团会议上警告 6到7成在德国的人将会感染武汉肺炎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在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 确诊人数达到12462例 有827人死亡 死亡率攀升到6.63% 欧洲天气又通常偏冷 然后欧洲人不喜欢戴口罩 他们有些社交的仪式 是会让人跟人亲密的接触 所以这些都有利于这个病毒 呼吸道病毒的传播 德国一篇研究发现在室温条件下 病毒最久可以存活9天 台湾医师提醒 包括像是门把 电梯按钮 水龙头 都是病毒容易存活的地方 不可忽略的 还有经常接触的钱币 台湾医师黄利明提醒 民众要常洗手 养成良好的习惯 尽管先前台湾政府围堵策略成功 但面对世界各国相继沦陷 台湾也要准备进入减灾的阶段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秋霞 张云廷 台湾特别采访报道